嗨大家好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每次健身以來 體重上升10公斤的心態調適 很多人都不曉得 其實最早的時候我也經歷過錯誤減肥 跟一直節食的一個 體重46公斤的狀態 那我目前呢因為冬天啊 想要吃比較多 冬天算是我的養肉期 當然我還是保持規律的訓練 但是體重也是慢慢小幅度的上升 到現在的55到56公斤 那我的身高是162公分 在很多台灣女生的標準而言 會覺得這個體重 有一點過重啊 那在如此重視體重 以及線系身材的亞洲社會 我是怎麼度過的呢 今天就要在影片好好的跟大家分享 那在開始之前 我想要先問問大家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是否覺得體重下降才能獲得別人的喜愛 第二個問題 你是否因為浮動的體重而感到擔心害怕不敢進食 第三個 即使已經很瘦了 你還是覺得自己不夠瘦 第四個 你是否曾經因為後悔大吃而讓自己催吐不舒服 第五個 你是否曾經以大量運動來緩解自己對於進食的罪惡感呢 歡迎大家來稍微勾選一下 那你知道嗎 上述的問題其實描述的呢 都是我們醫學上這個厭食症的一個症狀 大部分的女生一定都有經歷過這樣的情緒 我覺得多多少少 可能10%20%甚至是50% 我們都有過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你可能生病了 真的獲得了厭食症 但很大一部分呢 我們也要歸咎於我們所處的社會 所灌輸於我們的壓力 像是電視啊 雜誌 廣告等等 都過分的強調外型已經完美體態的一個訊息 就像我打開IG 然後全部都是那種瘦到不行的女生 無時無刻接受資訊的我們 很容易將瘦以及健康去畫上等號 誤以為的相信體重越輕 就代表越漂亮 越成功 越容易獲得別人的喜愛 所以你會對自己還不夠完美的身材感到自卑 然後進而限制自己的近視 我也曾經是這樣子的女生 就是你們知道高中的時候 大家都是崇尚四十幾公斤的一個體重 就是只要覺得自己超過五這個數字 就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然後會因為體重上升 這件事情感到自卑 同才之間也會取笑說 喔你變胖啦 該減肥囉 之類的一些玩笑話 因為我開始健身之後的半年以內 我都沒有好好的控制自己的飲食 所以我那個時候即使運動了半年 我體脂只有下降1 就是從原本的30%變成29% 那後來我就覺得天啊 我怎麼可以努力的運動 然後都看不到成果 所以我就想 那我就來嚴格限制自己的飲食 所以當時候我是吃非常非常少 我覺得我一天大概只有800到1000大卡左右 然後我記得我每天晚上我就是大量的跑步 跑四十分鐘以上 然後做很多核心運動 接下來我就會只吃很小份量的沙拉 然後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是餓著肚子在睡覺 然後我會覺得自己要經常寫到 但是我會覺得你真的太小份量 然後我會覺得你氣色變不好 然後心情也非常的憂鬱 重點是就是我當時候我的月經 就整個不來了你知道嗎 我變得超級擔心自己的狀態 然後看到別人在吃好吃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我都會變得很厭實 我就會想說你們就肥死吧 我就好好的吃我的沙拉就好了 那後來我是怎麼度過呢 就是因為我發現我自己的身體真的變得越來越不好 就是變得很虛弱然後很怕冷 然後就荷爾蒙整個失調 所以我才告誡了自己說 其實真正的健康的生活或者是運動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可以長期的持續 跟應該是讓我開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慢慢的開始做比較大量的 有帶有阻力重量的訓練 那在飲食上面我也比較不會那麼限制自己 就是以前可能吃一口肉我都會想要把它吐掉 然後後來呢就是因為我就比較注重高蛋白質 然後開始為自己準備手做料理 所以那時候我的體重就是有稍微的攀升 但是其實我沒有太在意 因為其實我發現我的身形反而變得更精實了 那那個時候也是我剛開始經營IG 然後那是我一直想要傳遞的訊息 就是女生應該要追求強壯 然後吃對的食物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其實我有慢慢的突破自己的心房 因為我知道我規律的訓練 然後吃對的食物 肌肉量上升 體重跟著小幅度的上升也是非常正常的 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證明自己的訓練表現 然後我也開始愛上就是有肌肉線條 不再是那麼孱弱然後身形又很乾扁 太過於瘦的一個身材 那第一次肩肌的時候是我之前有分享這個故事 因為我開始認識了我的英國教練 然後他那時候認識我的時候 他還是覺得我太瘦 所以他就很鼓勵我做大重量的運動 那都是我以前從未做過的 像是硬舉還有臀推跟引體向上 多關節的複合式的運動 他一直希望我可以去突破自己 每一週上課我們幾乎都是拿更重的重量 然後我就發現我跟他上課的過程之中 我真的進步的很快 但是我食量也開始變得很大 因為每次訓練完之後我都會覺得特別的餓 我那個時候冬天我真的吃比較多 肌肉的確是變得飽滿 然後屁股變得真的還蠻圓的 但是呢我也發現我的脂肪上漲的很快 然後體重就一路一路一路上來到55公斤 那當時候呢我真的是我心態上面有一點難以接受 因為我看到鏡子裡的自己 我會覺得哇我就是有曲線的身形 原來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也一方面開始有一點懷念 以前那種很纖細的那種樣子 你知道嗎 說我為什麼要那麼像傻瓜一樣努力的訓練 然後讓自己像男生一樣舉那麼粗勇的一個重量 我就很怕我當時候的訓練 是讓我引領到我不想要前往的方向 因為那個時候也比較少女生在做大重量的運動 那時候的我就是有一點矛盾 我一方面很欣賞自己像神力女超人的瞬間 但另外一方面我又是充滿著擔心 與不確定的那種害怕的感覺 那後來呢 因為我教練就一直鼓勵我要相信自己 你這個一定是對的方向 堅持下去就對了 那後來夏天經過稍微減脂的時候 我回到比較精實的曲線 我就發現哇 增肌的成果完全展露無遺 那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增肌期的度過 也讓我對於我的增肌相當的有信心 所以就是之後對於體重上升這件事情 我變得不再那麼的害怕 因為我自己親身經歷過那個歷程 雖然中間夾雜了很多擔心以及不確定性 但是呢就是我覺得當你自己度過那個round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會很感謝當時候勇於突破的那個自己 那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來跟大家心靈雞湯一下 因為我知道很多女生也是剛開始踏入健身 然後你可能開始跟著妹的影片做運動 或者是開始去健身房訓練 然後因為同差可能還沒有開始跟上重訓的腳步 然後你就會很害怕自己到底會不會變成想要的那個樣子 那第一個我覺得我想要跟你們傳達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體重真的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體重輕並不代表健康也不代表好看 所以你應該要回溯自己的生命的經驗 去找到自己的價值跟回到自己運動的初衷 但如果你有時候會陷入一些負面的情緒 常常是來自於跟別人比較的心態 就是會覺得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到 我自己卻還是這個階段 可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當時候是為什麼開始的 別人是別人 你的身體在這個過程中為你付出了多少 你會好好的去檢視跟去感謝嗎 曾經荷爾蒙失調的我情緒很憂鬱 靠著這幾年重訓跟平衡的飲食 我的月經正常的來了 然後我現在的訓練表現超棒的 那我應該要就是去好好的感謝跟欣賞自己立於美的瞬間 而不是去懷念病奄奄的自己 你知道嗎那個是沒有辦法長期持續下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個你自己喜歡 跟可以就是讓你的生活是愉悅的 這個真的是lifestyle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現在真的有太多迷思 就是會把瘦連結到健康 但是亞洲社會的瘦常是病態的你知道嗎 像那種韓國的練習生物 我知道他們私底下的飲食 他們真的吃非常非常少耶 像我這種吃貨我怎麼可以忍受吃那麼小 你知道嗎對我來說是impossible 那我就覺得那既然我自己知道 那個對我是非常不好的影響 跟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要找到適合我自己的方式 我也曾遇過有的女生 她已經減了20公斤 可能從70公斤變成50公斤 她還是覺得自己不夠瘦 可是女孩們你一定要回過頭來看自己 就是從最一開始到現在 你努力了多少 不要一直想著跟別人的比較 你要回頭去想想看你的身體 為你付出了多少 你的身體到底是喜歡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最後我想要跟你們說的是 你知道自己的故事 你經歷了多少 你可能曾經生了病 你可能成一個情緒憂鬱的一個女生 可是到最後你變成了什麼樣子 我覺得你要去感謝你自己 而不是承用體重下降了多少 或者是你外型怎麼樣 而去定義你這段時間努力 不要讓別人輕易的剝奪 你所擁有的成就感 這個掌控權掌握在自己手上 去肯定自己OK 那第二個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就是很大很大的一個調適 就是在於我學會對進食不感到害怕 這個來自於說 我開始去了解自己的TDEE 跟我平常的運動消耗了多少 因為我是一個幾乎每天都有一個運動習慣的人 然後再加上我長期養成的雞蛋 所以我發現就是即使我在減脂器 我還是可以吃的比正常女生還要多 那因為我覺得很多女生她們開始減肥之後 她們的印象就是午餐只吃個蘋果 然後只吃個雞蛋 然後晚上就是吃幾口青菜就沒了 可是女孩你知道嗎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你在傷害你的身體 跟你可能會讓你的受體重 就是你的肌肉量大幅的下降 以長期而言 一定會像溜溜球的回來 當你的肌肉量下降之後 你會更難受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在你的飲食上面 你絕對不要少於你的基礎代學率太多 頂多少300到500大卡 那我會建議少200大卡就好 然後呢讓你的飲食多多的含那 多一點的蛋白質 然後你可以吃稍微多一點的蔬菜 去增加你的飽足感 那澱粉的話你可以適量的攝取 你一定要去了解你的身體的狀態 如果你是一個久坐族 我會建議你開始動起來好嗎 因為你開始動起來你也可以吃稍微多一點點 我不是叫你暴飲暴食 可是你就會發現你自己的TDE就會比以前高 然後你盡量去攝取稍微低肉量 但是又充滿飽足感蛋白質的食物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吃這些就是營養均衡的食物 然後你也可以慢慢的達到你想要的身形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要稍微的學習基本的營養素的觀念 能知道自己能吃多少 然後你才可以發現 其實進食並不是一陣帶有罪惡感的事情 有時候進食你才可以去餵養你的肌肉 才可以讓自己的曲線更漂亮 並不是說 越乾扁的身形就越好看啊 好那接下來我覺得 一個重點 就是你可以去主動的選擇你想要接受到的資訊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是看電視或是看廣告 就大部分還是那一種瘦到不行那種四十幾公斤的女生 那我相信很多電視的女明星都是靠著比較激烈的飲食去瘦身的她們的工作嘛 我比較鼓勵呢 如果你本身就是已經有一些厭食症的取向 你還要去多follow一些提倡正向的身體意向的女生 我就很喜歡follow一些歐美的影響者 像是Winnie Simmons或者是Krissy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女生你知道她們的體重 都將近大概六十公斤 可是她們的肌肉真的練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當然因為她們長期有在訓練 然後吃的也算健康 所以她們的腹肌啊也算是 就是你可以見到她們的腹肌 可是她們又不會被她們的體重上升所影響 因為本來肌肉量上升就會讓體重跟著上升嘛 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道理 那如果你已經是一個飲食上面有失調的女生 我會建議你開始做一點阻力訓練 因為當你做一些阻力訓練的時候 就是你的身體會需要更多的能量 吃進去的食物也會補足那些肌肉所需要的養分 如果你不想要再看到那些冰淹淹的女生的一個資訊 你就onfollow她們這樣 就是好像要變成她們那個樣子 才可以獲得別人喜愛 可是我覺得這是錯誤的 如果你不想要接受那些資訊的話 你可以選擇是你的過濾掉 第四個我覺得女生真的是要 彼此鼓勵形成正向的community好嗎 因為現在有太多人你知道 長輩或者是就是女生的同儕 一見到誰就會說 欸你臉長肉了喔 喔最近吃很好喔 或者是啊你變胖咧 那樣子的一個很直接性的問候 我覺得那樣子的問候真的是非常沒有禮貌 因為我也曾經因為一句話 然後我就會想說好 你說的這一句我就要開始解釋 我就要受給你看的那種心態 可是我覺得就是你完全 嘖 也不用因為這樣子的一句話 你就完全的否定自己 學會肯定自己的努力的同時 我覺得那個人也應該要學習說 你為什麼要老是以別人的外表來去批評 或者是去評斷呢 我覺得現在大家很多女生真的都是非常的努力 然後也很投入在運動裡面 你不要單純的以外表去批判別人 你可以去稱讚說喔 親愛的你今天的洋裝非常的好看 你的笑容很甜美 而不是說喔 你的肚子上有脂肪 或者是喔你開始長出雙下巴來評斷別人 我覺得那樣子真的真的很壞 你知道嗎 就是我自己身為健身網紅 我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就是我不想要PO出太多 就是我看起來身形不夠好的一個照片 心態上面我可以接受自己的樣子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還是一個正妹啊 只是我就很不喜歡 因為這一點小脂肪 然後別人就會開始說 喔你這樣的身材可以當健身網紅 然後可以教大家運動嘛 之類的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樣講 可是最近讓我很感動的就是 因為我也開始勇於去PO出自己 沒有那麼美 或者是沒有在世所標準下完美的那種體態 譬如說我坐著 然後就是脂肪那樣溢出來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發現就是下面有非常多的女生給我很棒的feedback 就是說妹你這樣子的狀態其實就很美了 或者是說就是不要去在意別人的眼光 做你自己就好 無論是什麼樣子的狀態都要去接納現階段的自己 所以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我都是被你們感動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向的一個community 然後我們一定要堅持住去把這個就是比較正向 然後大家去提倡這件事情的一個心情 所更大的一個擴散出來 而不是在以往那種都是要以外表來評斷一個人的方式 去激勵別人 我覺得那樣子是一個很負向的一個方式 新的一年我不想要跟大家一直強調所謂的減脂 然後要一直嚴格的控制自己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在心態上面 然後在整個選擇食物的行為上面 我們可以再過得更健康一點 但是也不用完全的去撇除自己原本愛吃的食物 所以這集的影片就是到這邊 我從46公斤到現在55公斤 體重上升9公斤 但是我依然就是活得可以很開心自在 然後一直以來都是以最強壯的目標去努力著 那我也希望新的一年你也可以立下這樣的目標 而不再是一直精進計較於體重上升的幅度有多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